今天雨姐又带大家磕糖了 赵露丝又去迪士尼玩了 看粉丝拍到的生图 这是什么爵士甜妹 红色格子搭配白色短袖 一整个青春亮丽主郎 很巧的是 也有网友在同一天偶遇到了刘仙宁 天啊 炮烟CP梦幻联动主郎 他俩能不能来个偶遇啊 当时的大灰狼和小白兔 可把我爱死了 当然 作为热爱科CP的我来说 最爱的当然是无路可逃啊 这不 就有网友偶遇到 吴雷也来了 还进行了合照 我说 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你们三是同时约着来玩的 不得不说 吴雷赵露丝实在是太好科了 二人年龄相仿 账相思不必说 CP敢超级强 三是弟弟的迎评初吻 应该是献给了露丝小姐了吧 一 庆功宴和赵 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随着星汉灿烂 月升沧海的完美收官 剧组也举办了庆功宴 正在拍戏的吴雷和赵露丝 也都低调复兴 分别从天南地北赶来 可见这部电视剧 在两位主演心里的分量 也是很重的 两人的打扮都非常低调 两位主演的合照 也是掀起不小的波澜 看过星汉灿烂的网友 可能都知道 吴雷和赵露丝的CP粉名为 乌鲁可逃 而官方账号的评论区也几乎被 乌鲁可逃的CP粉占领 几刷刷的粉色CP头像 一同高呼 圆满了 更有粉丝 在吴雷和赵露丝的其中一张合照中 挠不出一出甜蜜小剧场 至见合照中 赵露丝笑叶如花 而吴雷则以大跨步的姿势前来合照 于是 汪佑便打拘道 吴雷本来都要走了 听说还能和赵露丝合照 走出去两米了 也要回到原地靠头合照 是谁客到了 我不说 二 氛围感公主爆 花絮中 吴雷一把将赵露丝抱起 转身站立 眼神坚毅 动作潇洒利落 男友力爆旁 完完全全就是霸走既视感啊 再加上满天飞雪 仓皇本走的人群 真的是氛围感满满 也太浪漫了 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心动吧 赵露丝自然而然地 放吴雷拿走脸上的雪花时 也狠狠戳到了 永远会为小细节而心动 两个人在片场的互动 真的是糖分爆表 互相对视着甜甜一笑 狠狠磕到了 林布衣和程哨上这对CP 两人在等候拍戏的时候 赵露丝一只手自然地 搭在吴雷的肩膀上 一个手把气撑腰 全然一个拽解动作 吴雷看到后 无奈地摇摇头 然后宠溺一笑 天啊 这个眼神 我都要融化了 他们不是真的 我就是假的 3.狗仔爆料 2月14日 娱乐圈中再爆出重磅消息 知名余记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与网友连麦视频 并爆出某95后女顶流恋情 消息一出 该顶流身份引起瓜友们的猜测 据悉 这位女顶流的恋情是正在进行时 而她的恋爱对象 正是去年与她组成大热CP的男星 众所周知 去年大热的CP有 地心盈利和无路可逃 但视频中却直言是除了 地心盈利的另外一对 也就是说 此次爆料的对象 正是赵露丝与吴雷 于姐我狂喜 这次我就信这些狗仔的话 4.阿尔达宿命 即使赵露丝与吴雷 已经是第二次合作了 前段时间 两人还合作了古装剧《长歌行》 事关在其中一集中 阿什勒孙·吴雷是在大街上 截持了李勒烟赵露丝事 没想到被信心的网友发现 吴雷似乎用力太大 挤起了对方的手臂肉 再加上其衣服的颜色 同吴雷的肤色接近 所以乍看之下就好像多了一根手指 令网友哈哈大笑 另外 当赵露丝被劫持时 扬起头的角度 其头上乍看之下 意义好像戴了一副太阳眼镜 整体画面躺下有灰鞋感 反而少了劫持的紧张感 其实只不过是赵露丝的发迹而已 然而这一场戏 就带给大家不少欢乐感 讨论度非常高 虽然在剧中 吴雷和迪丽热巴是官配CP 但是却和赵露丝有着莫名的酥感 于是就由导演找上了两个人 都是大灰狼和小白兔的设定 狠狠地磕到了 吴 超甜花絮 当然 比起正片中两个人的爱很纠葛 他们在片场的花絮 似乎更让人血脉膨胀 让人忍不住怀疑 两个人是不是在公费恋爱 无论戏里还是戏外 吴雷看赵露丝的眼神都很让人上头 他们两个的体型就像大灰狼和小白兔 这种反差感 能让观众产生视觉上的冲击感 不仅如此 他们私下的关系也很好 两个人对戏史就趣味十足 在讲剧中那些表达爱意的肉麻台词时 两个人就特别搞怪 吴雷跟赵露丝用四川话对台词 还自行变化台词 场面极搞笑又甜蜜 有一次赵露丝试亲吴雷脸颊 还因为用力过猛一直撞到自己的鼻子 又糗又可爱 在拍摄一场马戏的时候 吴雷更是宠溺的不行 导演一声开机令下 吴雷带着赵露丝策马奔腾 却没想到把赵露丝吓哭了 导演喊停的时候 吴雷还一直没有舍得松手 还主动借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纸巾 为赵露丝擦眼泪 这画面莫名有种小情侣闹别扭的既视感 吴雷跟赵露丝不只是细粒甜 此外下的互动更是聊到不行 在一场花絮中 拍摄现场气温高达37度 身穿古装厚重戏服的两个人 不但热到不行 还有一只抱在一起 吴雷在两个人对戏时 贴心地送上小风扇只吹赵露丝 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能舔到掉牙 六 微博上有网友向全世界爆料了一个大瓜 那就是现在的行径爆红小生吴雷 一四 和向寒芝在恋爱 向寒芝就是在由黄磊和周迅主演的电视剧 《小敏家》当中 饰演黄磊女儿的那个漂亮女生 大大方方的长相 高挑的个子 喷又辨识度 这个消息基本上就是捕风捉影 首先一点影子 是吴雷和向寒芝两个人 使用的苹果官方的同款手机壳 第二点影子 是向寒芝的爸爸关注了吴雷的Inns 不要奇怪为什么向寒芝的爸爸 归去用Inns这样的时髦软件 因为向寒芝是美国人 父母早早都移了名 最后一点影子 是两个人飞往广东的几趟航班 信息有重叠 两个人详识于网剧启航 当风起时 只是这部剧在拍摄时 女演员向寒芝是和另外一位男演员 王安宇传出过绯闻 可吴雷倒是没什么消息 突然之间 两个人最近连同框和互动都没有 就传了这么一串绯闻 让大家觉得很是离谱 吴雷的后援会火速在微博上发文 否认了他们两个的恋情 红红的大字照片给大家甩来称 假 离谱 哎 我看雷雷就是双标 可逼人的恋情绯闻就是火速必摇 可赵露丝的是一点否定的话都不说啊 赵露丝作为娱乐圈行进流量小花 热度可谓是居高不下 毕竟有颜值在 再加上她的演技实力 在娱乐圈里就不愁没资源和人气了 赵露丝出道不到五年的时间里 就出演了不少的电视剧 还获得了甜妹的称号 她本人甜美青春的长相也是 受到了很多粉丝们的喜欢 同心出身的吴雷给观众留下的印象 一直都还是小男孩 她出道以来出演的爱情戏并不多 先前在长歌行李和热巴的搭档 也被嫌弃没有火花 殊不知这次在星汉灿烂里 和赵露丝搭档CP感会这么强 确实令人意外 说实话 吴雷作为童星 想要让观众改变 对她一直以来的固有印象满是很难的 大部分人对她的印象都停留在狼牙榜中 可爱偏执的小飞流上 此次吴雷能在星汉灿烂里展现出超强的感官 是与她在剧外的努力分不开的 星汉灿烂剧中有个镜头 吴雷赤裸着上身 可以看到她结实的肌肉和腹肌 这完全不是当年的那个弟弟了 大家不要以为吴雷还小 实际上她与赵露丝只相差一岁 吴雷22岁 赵露丝23岁 都是颜值在线的士林男女青年 怪不得能收获一大批CP粉 你喜欢这一对CP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